他一直没有要结婚的打算 每次吃饭 就把我带到附近的商场 看婚纪 我二十几岁就跟着你 肝脑都31了 说他父母得到肿瘤 来骗我 不着急 他的急躁脾气是你逼出来的 我都以为你真的不要我了 如果要走向婚姻 要治到我 我也是很愧疚 心里面也很难受 他现在有没有权利 不再等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声说出来 我是主持人龙永 节目一开始 毕竟介绍一下场上四位嘉宾 百合王首席情感专家周小鹏小姐 心理专家雷明老师 女事员吕佳荣小姐 来我们大声说出来 情感导师涂雷老师 欢迎您 好的 接下来我们认识下面的这一对倾诉人 听听看他们的压力是什么 短片来了解一下压力倾诉 我现在已经有十多天没回家了 他打电话 他根本就平静不下来 他一直不停地闹 不仅找我闹 还找我爸妈闹 搞得我班都没法上 我跟他在一起都已经四年了 可是他从来就没有想要结婚的意思 我都主动向他求婚 向他提出结婚 他也是不愿意 我已经都三十一岁了 身边的同学朋友全部都结婚生孩子了 我真的不想再等下去了 要么结婚要么分手 我现在不是不想和他结婚 我目前什么进去的状况 他也很清楚 我希望他不要再跟我吵 再跟我闹了 大家真的想解决问题的话 就好好的坐下来聊一聊 不要再像之前一样逼我了 我们请两位青苏人上场来告诉我们答案 欢迎他们 这位是天赐 郭先生好 郭先生好 灵灵也欢迎你 是你被逼得很难受是吧 对 说来看你的压力是什么 就是目前我还没有结婚的想法 还没考虑成熟嘛 然后就是他一直找我的朋友了 找我家人了 半夜三更跟我的父母打电话 就是叫我回来跟他结婚嘛 嗯 那我问一下灵灵啊 为什么那么着急结婚呢 因为我现在已经都三十一岁了 嗯 我跟他在一起也快四年了 他一直没有要结婚的打算 身边朋友同学啊 全部都结婚了 我家里人也比较着急 不是我不是不想跟他结婚 嗯嗯 我是最近就是各方面条件 还没有成熟 他每次都是拿这个理由 他就说什么经济条件不好啊 我说我跟你在一起 这四年还来了 嗯 一样的你经济都是这样子 我一样没有离开你 你说你之前拿了各种方法 经过逼婚 有意思吗 去年5月1号 我和他去当那个伴侬和伴娘嘛 嗯 当时有一个就是一个互动环节 叫手捧花 他当时就去心理院 特别特别感动 接到了 对 他回来就跟我说 他说我们第二天去登记结婚吧 我就说再缓缓缓缓吧 他当时就生气了 拿着就是之前 看的那些楼盘一些资料啊 拿着就从窗户一下丢上去了 那当时的时候 是我们去一起当半年的时候 我拉着你手 一起给我去抢那个手抛球的时候 你当时就甩开我的手 你说这是年轻人干的事 那一次你现在就嫌我老了是吗 到了晚上的时候 朋友都问我们 他说你们两个什么时候结婚啊 嗯 他就说快了快了 我当时以下就特别激动 我当时就是为了估计你的面子 估计你的心情啊 我怕你面上挂不住嘛 我在这样子 我面子挂不住 可是我当时就当真的 回来我才开始去收集各种资料 我就拿给他看 摆在他眼前 他装瞎装聋不看 我说什么话 他也不理我 也不怎么样 是急啊 你想原因没有呢 干嘛不结婚呢 四年了 不爱我了 听你有这样的怀疑 所以我才要逼着他结婚了 之前跟你说的很多遍了 你也不能就是每次吃饭 就把我带到附近的商场 干嘛去 去看那些婚戒 买了没有呢 只看不买 那爷爷多伤心呢 但我就想看他反应 是不是有那种 要跟我结婚的打算 我是有跟你结婚的打算 但是我是说 目前还没有考虑清楚嘛 哪一次你不是说的 实际没成熟啊 我只是想跟一个 更好的生活而已 我什么都不在乎 我只在乎你啊 我只在乎你 是不是能跟我结婚 我想要一个家 我想要给你的一个家 我知道你想一个家 但是你给我一点时间 考虑一下好不好 多长时间 就是因为目前我也在 博会做点 做生意的小生意嘛 对 赚了钱没有 还没有 打算什么时候开始赚钱 这个 不好说 努力吧 对 努力中 不是 人家干等啊 都三十一了 对 三十一了 我二十几岁就跟着你 我也知道 你二十岁就跟着 我二十几岁是一个 姑娘我觉得无所谓 等一年两年行 我现在三十一了 我马上奔四的人了 我知道你等不及了 但是你为了联合你的家人 都给我进行逼婚了 你的姐姐姐夫去年嘛 国庆节结婚嘛 约我出来吃饭 期间她的姐夫就说 我们国庆节就要结婚了 干脆我们大事都一起办 哪个双级黎明 大事就比较喜庆一点 当时她没跟我说 突然把我约出头 我感觉就是你们三个人 都给我摆红门宴给我吃 当时的时候 我是自己不好意思 再跟你说 我不跟你说 我们在结婚的事了 我就说把你给带去 我姐他们可能会说一些 就是他们现在就是 马上要结婚的那种感受 引导你进入这种感觉 你就想着也行 我也是该结婚了 我也年纪也不小了 我就想的是这样 你知不知道你姐夫 是什么说的 你是个男人 你就把那个户魄拿出来 你是个男人 就得对这个女人负责 我的感受 你当时你有没有体会到 是 那件事情确实是不对 我不知道我姐夫会那样做 当时我姐夫 也不是就是喝了酒的吗 那你们当时的时候 我们在那儿聊的时候 你也没有跟我们一起说话 也不搭理我们完全 为什么在这么激将你的情况下 你还是不结婚 不是不想结啊 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 就是想和他好好过日子 想和他结婚的 我拿了银行卡给他 哪知道我上午给他 他下午就拿去订房了 还教我王冠钱订金 你都把卡给我了 那肯定就是这钱在我这来了呀 你最起码像买房这么大的事 你好好通知我一下吧 跟你说了 你会同意吗 我就想着 当时我给我姐打电话 问题是他上午才给你钱 你怎么那么快就找到了 自己喜欢的房子呢 我给我姐打电话 我说他把那个银行卡给我了 而且里面还有钱 对啊 我姐说那你现在就过来吧 你来我这边 就是我们想去买 但买房子是一辈子的事 你不要跟他商量一下吗 我当时只是想的 就是把那个钱交了订金 回来过后再带他过去看 订金是没法退的 我跑去销售部退 别人都说先生不好意思 你这个已经签了合同了 我们这退不了 搞得我销售部大了一场 你大了了 那你回家的时候 他就对我发脾气 我从来没有看到 他发个那么大的脾气 当时也就特别心的那一怕嘛 他就逼着我给销售打电话 我就说我说这钱都已经交了 之前早点给我打电话 不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吗 我当时想的就是 那个订金交了过后 退了没有 后面退了 怎么退的 就是求那个销售员 说了很多好话 后面就 没事 反正总之这事是解决了 这后面解决了 没错 这事情是解决的 他后面有 你知道总出现什么事吗 又咋了 他拿朋友那个 回孕的册子来给我看 他跟我说 你看看两个了 我怀孕呢 你当时跟他怎么商量的来着 就说 我就是圈套机做的 那你为什么 也朝另外一方面去想呢 因为我目前的经济 他就不允许啊 你要多少钱 才能生孩子结结婚吗 自己就是说生活都比较困 怎么去养小孩呢 你也能不能给咱一个量化 第一 你月收入多少钱 4000吧 零零的呢 我就是自己有个小卖簿 好 过去有积蓄吗 有是有 但是他们做生意 都基本上都 就陪进去了 你一定要有 你认为足够多的经济实力 来垫这个底 你才是结婚 我是想跟他一个很好的生活 物质条件 什么叫很好的生活 那好歹有套房吧 小孩去幼儿园 好歹是开车车去接松吧 那灵灵当你听到说 自己心爱的男朋友啊 连这个事都最终还是要你去做 当时我就不知道 不知道要怎样来形容自己了 我就彻底的觉得失望了 嗯 一个男人能做到这个份上 我心里想到就只有一种 他已经不爱你 他不愿意跟你再过生活了 我怎么不爱你啊 你知道你失踪四五天 我有多着急吗 你身边的朋友 我每个人都挨个的打扁电话 后面就偶尔发现 我的朋友跟你聊天 聊天上 是吧 你还在跟你那朋友漂流 我当时一听就漂流 他当时就懵了 你不是刚做完怎么还漂流啊 甚至这样 我当时就感觉自己被骗了 又被他刷了一刀 不是憋得没办法的是 我会拿出自己假怀孕的事吗 你俩有没有好好坐下来商量过 当下我们要不要结婚 我们谈不到一块去 一谈到一块去 谈过吗 谈过 他一谈到这一块去的话 他就不说话了 就我一个人自在自在 不是我不是说话 他一谈他就很激动啊 你哪一次不是说的钱的问题 哪一次不是说 我现在没房没车 我跟你不是因为房 因为车在跟着你在家 我认识你的时候 没房没房是一样过 但是你没有考虑 小孩现在出来过后 是不是多惨了 走路上学 他谁不希望老爸开着车去接他呀 谁都希望这样 我小时候就是走路上学 也茁壮成长了41年 也没落下什么病根 没错 可以真的 到底这个女人身上有什么硬伤 就让你这一辈子就不能娶她 你跟我们说一说 就是她的脾气 脾气的东西你早就知道了 不是现在才知道 还有一点就是 特别不给我面子 在外面的时候 这个也是一个人的修养问题 这你也应该早就知道了 还有什么 还有我就觉得我跟他俩在一起吧 就像是在大伙过日子一样 就是我们平时就是说 钱方面各用各的 就是说在钱这方面 他更多的只考虑自己不考虑你 是这个意思吧 比较自私 那你说出个例子了 我跟他一起去逛街嘛 就是说他看中什么 我都比较舍得买 就是他给我买的都是 几块钱三双的袜子啊 要么就是十块钱一条的内裤啊 就从来没给我买过那个 什么香样一点的 我就觉得 但我自己也没给我自己买啊 他觉得对自己爹妈特别大方 对一点 我不对我父母大方我对谁 这么说吧 我尝试着来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知究竟 首先怎么认识他 互联网上认识的 互联的时间 我就是做生意亏钱 然后也没什么心情去好好的工作嘛 然后就去那个网站去看一下 一看一下 诶 这不就给我平时就是我住的附近的那个 经常去买那个烟酒的女孩有点像嘛 嗯 然后我就去问他 他说是我 还挺巧的 时间久了嘛 就约出来吃吃饭看看电影嘛 然后就自然而然在一起了 你觉得他哪儿好 他每天晚上在这陪我唠坑啊 就陪我说话呀 就是东聊西聊的 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有一天下雨吧 那天也没什么生意 他就直接那天雨特别的爱去 跟我买饭过来吃 嗯 我自己一个人在重庆 自己觉得也不容易 就是平常也没有人就是那样子来关心你 慢慢慢慢就走到一起去了 刚开始挺好啊 怎么走着走着就走到了今天这么一个尴尬 去年就是参加我朋友就跟我朋友当了伴娘嘛 嗯 那时候我是突然间就是 就有个感触我也三十岁了 嗯 我着急 才三十岁了 因为我家里面给我的养力也挺大的 是吗 凤几也催着你要结婚 就前段时间我妈还有就我外公 舅舅他们都给我打电话 都说你什么时候结婚啊 嗯 我只能说我说我自己不愿意结婚 我知道你急啊 你急的话 但我心里的压力是很大的 你急的话 我家庭条件你是了解的 你急的话 你又不能拿你父母的事 说他父母得到肿瘤 来骗我这个事啊 再编什么谎话 都不能拿父母亲的健康来说谎啊 这件事情 当时是我真的 我在店里的时候 我妈给我打电话是说的 她得了一个肿瘤 慢慢说 我妈当时跟我说的 因为我妈当时 她也不知道那时候肿瘤 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肚子里有个肿瘤 我一下吓坏了 嗯 我不知道 该 怎么办 我才跟 我就给她打了电话 跟她说的 那你当时也不确定是吧 回家过后 我妈才跟我说清楚 她说不是肿瘤 是一个结石 啊 还好 还好 我当时只是把我妈的话 拿出来说 我 我着急了 我 我不知道跟谁打电话 我就直接跟她说 我说 啊 没事 天慈你也回来 我知道你的心情啊 你刚才那个举动让我们很钦佩啊 因为在咱们这个舞台上 有很多看着自己心爱的爱人 在泪流满面的时候 无动于衷 对 我其实觉得她还是一个 蛮不错的一个女孩子 嗯 她跟我说结石 后面回家过后 我才知道清楚 马上我又在想 我是不是给她打一个电话 说清楚 我们之间就因为上一件事情 很久她都没理我了 那我就反了 我怎么样理你嘛 哪有随便拿父母的生命 开玩笑的啊 你那么久也不跟我联系了 你考虑让我吗 我都以为你真的不要我了 你现在好不容易 来转到这个态度来 连对我 来关心我 而且来跑到我家 你们来看我爸妈 你平静一下 平静一下 不要哭了好不好 好好地说 好不好 哎呀 其实我觉得看你们俩这么吵啊 其实我蛮心疼的 我们尝试着 在今天这么一个氛围当中 有四位嘉宾坐这儿 帮你们分析分析 简压面对面 你们俩这样的关系 你觉得你会幸福吗 即使有一天你们真的结婚 你把她逼疯了 你觉得你们幸福吗 那是另外一个 更大的悲剧的开始 你不幸福你的父母 也不会幸福 到最后 这就是一个满盘皆输的 一个棋局 不是吗 如果说你今天 确认你自己 也真的很想要结婚 如果你想好了 那你可以去这么做 如果你可能现在 并没有想好这个问题 你只是因为外界的压力 什么年龄啦 家庭啦 钱啦 这个乱七八糟 跟你心生没有关系的 一些原因 去做这个决定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 先想一想这个东西 想好了 再想怎么做 我觉得逼婚没问题 但得看怎么逼 如果你把对方逼来 天天往后退 那不叫逼 最好的逼的方式是 你主动吸引他 他主动愿意跟你结婚 那才是一个很好的逼婚策略 就是你以不逼为逼 这样的话 他跟你结婚 你真的可能会幸福 但是现在有一个前提是 你所想嫁的男人 真的一定要百分之百对你好 如果他对你不好 逼的干嘛呢 逼的没用的 虽然说的确他有 对你很好的地方 刚才他也表现出来 你一哭他就过来 但是我觉得他过来的 身体姿势特别生硬 他不是一个真的心疼你 他只是过来表现 你看我是不是在关心你的 都是因为你逼我 不是我不愿意跟你婚姻 所以我奉劝你的是 如果他不愿意跟你结婚 你不如好好先做你自己 你一样可以有大把的时间 去寻找真正爱你的人 想跟你在一起的人 但同样我想告诉给天赐的是 如果你真的觉得 这个女人哪里都好 就是脾气太急躁了 你千万记好了 她的急躁脾气是你逼出来的 因为她在逼你的同事 你也在逼她 我可以试想的状态是 你越是往后推 越是不同意 她的脾气就会越急 越急急到最后 有可能你们再拖一年 或者再拖两年 你们两个还是走不到一起 那这样的话 最后你们都会认为 对方是最恶毒的人 但其实并不是 对方是最恶毒的 有些时候 可能爱情到最后分开了 是因为自己 有些时候 把爱情逼到了绝路 所以我觉得 你们俩好好想清楚 希望你们能好 首先我们来看几个事实 第一个事实就是 即便是她怀了你的孩子 你也让她打掉 你也不觉得 我不能跟她分手 一直把她耗到50岁 80岁90岁 直到你找到你想爱的人 没有没有 我不是想耗着她 我确实不是想耗着她 那你就是这么做的嘛 你不想耗着她 但是也希望她主动 跟你提出来分手 如果我提出来 对她说的话 因为我觉得 对她说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 这个话我说不出来 那你就跟她结婚啊 这个灵灵啊 这辈子接下来不嫁给她 咱另打一主意 打过这主意吗 没有 现在想想 三十一了 有多的机会碰上 另外一个男生 重新开始一段恋情 因为你等她没头 你也算是把该想的主意 不是都想了吗 你要想让一个男人 尚赶着娶你 前提条件是 你可以不嫁给她 当你非嫁她不可的时候 你把自己逼进了四胡同 我想问一下女生 你为什么要结婚 因为我想跟她 组建一个家庭 除此之外呢 她有没有去照顾过你的父亲 有 给她擦身子 有 像护工一样 这个男人不是没有感情 对 你的母亲现在是什么状况 妈妈没有工作 我妈就在家里面 所以其实更多的一种情况下 你所说的组建成一个家庭 还有一种很大的原因 你的结婚目的 是希望这个男人 更多的帮你扛起整个家庭的责任 有没有 有 我不能说这是不厚道的 我只能说 在两个人的婚姻之外 要承担大家庭的负担 这一点是有一点点自私的 虽然她无可厚悲 在这个时候 彼此之间恋爱 时间还不算太长 还没有谈到要结婚的 当口的时候 这个男朋友 因为这个事而退缩 你不能去谴责她 她有她选择的理由 她觉得我 没有那么伟大 我承受不了这样的家庭压力 我只想谈一段简单的爱情 那么在情感上 她是负了她 但是从人道义上 我们没有资格去谴责她 每个人去想一想 当你去结婚 面对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 你是否能够毫不犹豫地 答应结婚 所以这个东西 是别人主动去扛 就说得过去 你要别人主动过来承受 这是不道理的 这是为什么要结婚 第二 结婚一定是双方自愿 否则将来就会变成埋怨 第三 什么时候结婚最合适呢 有一句话叫做 年轻的时候太早 年纪大了 已经晚了 那什么时候才整整好呢 我们经常会陷入一种误区 就像女生的 什么年纪结婚最好 我到底是年轻一点结婚好呢 还是年纪大一点结婚 我已经等不及了 她以年纪为标准 还有一种说明男生的 条件 到底是先成家后立业 还是先立业后成家 其实这两种都是误区 都不构成婚姻 非常充分的唯一标准 是否愿意结婚的唯一标准 就是当你们情投意合地迈过了 爱情的热恋之后 如果要走向婚姻 要志同道 这个志是什么 就是我接下来 我要说出你内心 没有说出的话 这个志就是搭伴在一起过日子 而不会像某些人自私 自私的情况下 双方就没有所谓的志同道 其实在财务上这一块来看 女生非常自私 男生对于女生来说 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各种各样的经济要求 他都是予以复合的 买礼物也好 生活物资也罢 但是你要从他身上抠出一分钱 都抠不出来 这是事实吗 是的 所以在你结婚的目的是什么 两者合在一起 就成为他不愿意结婚的 一个主要理由 这个男生不是没有感情 如果他没有感情 不会那样去照顾你的父亲 他如果没有感情 就不会如此地去纠结 但是 在志同道合这四个字上 你想想你自己 是不是真正的 把他融入了我 把我也融入了他 我只是现在是把钱看得很紧 就是 你看得紧没有关系 那是节俭 我完全赞同 但为什么男生去 遇到一些紧急关头的时候 为你借五百块钱 你是一个字都不给 为什么 因为当时他来就跟我说 直接跟我说 你给我来一千块钱了 我当时说的 我要还给你的 你说还给我 你当时来的时候 我那天确实也没有钱 行了 这个针究的一点意思都没有 今天他没有愿意说出来 我做了一回丑人 我把这两件事说出来了 第一是结婚的目的 是要你承担更多大家庭的责任 第二 是有关于利益上的自私 我把这两点事 我帮你说出来了 但是你们依然要思考 我刚才所说的这三个问题 想清楚了这三点 就好聚好散 今天就做个了断 希望今天你们能够做一个 对对方而言 一个负责任的答复好吗 来 请去密室里 天赐 请在大声台上大声说出来 好吧 让我牵住你的手 不再放开 让我陪你走下去 哭了相伴 感谢你让我 领悟 让我大声说出来 灵灵 有些事情我是 不愿意说出来 因为我怕说出来 更加会伤害到你 选择和你在一起 就要承担 对你家庭的一些照料 因为我目前我还没有做好 这个心理准备 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认真 考虑一下我们的感情 慎重做出这个决定 只是我觉得我们 天天 我知道这些年 我们在一起 不容易 我现在知道 我有很多事情我做错了 我不应该那样逼你 我现在不逼了 好我们回到现场来啊 一百位观众 如果大家支持和赞同 我是指他们以结婚 为承诺的相处的话 请在表决器上按赞成见 如果大家连他们甚至都不合适 在一块 请按反对见 请按见 我们看得出来赞成48% 反对52% 彼此之间都很纠结啊 天赐 待会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 我们就分开吧 那你就转世离开 如果你还想继续坚持 和玲玲在一起 那就按下这个红色按钮 红色按钮按下之后 密室门会打开 玲玲也有两个选择 第一 留在密室当中 和你各走各的人生路 要么她走出密室 应成你刚才所说的 你的带友结婚的承诺的 继续在一起 好吗 好 来 接下来请为天赐 升起选择住 请选择 我还是选择不按 基于对她负责任的情况下 那是转身离开 好 再见吧 天赐 谢谢 她做出这样的决定 为了理解 我这样逼着她去结婚的话 即使结了婚 也没有意义 也没有意义了 祝她 过得好 好啊 拜拜 sì Faremmm